新华社消息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2号发表声明说 解除对华为及其子公司员工参与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出版过程中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的限制 美国商务部5月中旬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限制交易的实体清单 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后随后发布声明说 华为公司及其员工无法参与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一些通常不向公众开放的活动 包括部分出版物的同行评审和编辑过程 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辞举在学术界招致广泛批评